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a 今天是4月15日 我之前在Facebook推介過10隻 很可能會未來爆升的股份 亦是我看好非常有潛力的股票 今天我會首先說最可怕的一隻 它是什麼呢? 春納醫療 其實這隻股份你看到它的圖 一般散戶是不會買得下手的 今天就說一下它的爆升之迷 和未來它的走勢 我為什麼會看好它呢? 其實以前我們流行過手機孖寶 信羽和瑞昇 現在流行骨科孖寶 是什麼呢? 春納和愛康 如果大家沒有興趣買這些股份 都可以當是學一下知道這個行業是什麼 因為其實骨科這個行業 不知道就真的會有一點點老土 因為它真的是這一期 在資本市場非常熱炒的一個sector之一 那麼我們看看這一隻股份 過去一年的股價走勢 它其實上市也有幾年了 但是前幾年一直都是浮沫沉沉 直至到2019年賣入它的大爆發之年了 在1月4日它的股價由9.42 一標標到4月14日收市價107元 不夠一年半是升超過10倍 名符其實的10倍股 那麼大家會想 哇 升得這麼厲害 是不是一隻妖股來的? 那麼看看這隻股票 現在總市值大概140幾億左右 那麼這條片就會分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會說這間公司究竟是做什麼的 第二個部分是資本市場看中它什麼 炒它什麼 第三個部分就是業績分析 第四個部分就是風險 第五個部分就是一些總結的 那麼其實大家以為它是一個抗疫概念股 因為它真的穿越牛熊 連疫症也影響不到它的股價爆發 那麼其實它真的跟新冠肺炎沒有太大關係 那麼我現在進入第一部分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這間公司是做什麼的 先 這間公司大家看到圖 有很多不同的假體產品 這些假體的產品都可以植入人類的身體裡面 公司就是主要做外科植入物 儀器和一些相關產品的生產和買賣 而在中國關節的領域 這間公司市佔率是排名第二 大概市佔率大概十幾個%左右 那麼它的故事就有四大的增長點 那麼就是一就是市佔規模的增長 二就是老齡化 三就是進口體代 四就是它公司的業績其實是極美的 所以其實它不是乾炒 它是有份的去支援的 那麼說一說整個骨科行業的市場 中國骨科機械行業 目前是處於一個發展初期的階段 但是增長得很快 近五年的複合增長率是達到15.5% 而未來十年之內 中國是有望成為全球骨科器械最大的市場 去到2020年市場規模會超過300億 就是今年 至於老年化方面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去到2018年尾 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會超過2.4億 佔總人口的17.9% 北京大學研究報告分析 預計到2020年全球總消費值 老年的消費率會達到14.6% 到2050年 老年消費率會達到28.9% 看來市場規模很大 不過這些東西是比較虛的 說一說政策的一方面 剛剛有提及過進口替代 究竟什麼是進口替代呢 進口替代的定義就是 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限制进口措施 去扶植一些国内工业的发展 选择进口需求大 而去重点发展相关的国内企业 务求用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 进而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 进口替代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我们可以看到 发改委由2011年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去到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 可以看得出中国进口替代的迫切性 接下来讲一讲中国国科行业的市场 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大概超过200亿 医疗器械领域市场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子行业 行业增长长期会维持在10-15%左右 而2013年以来 春纳医疗的收入是因为市场规模而突飞猛进的 这间公司在经销网络方面也做得比较好 它的网络覆盖了全中国的所有省份 直轻市和自治区的医院 而这间公司的董事长 市春宝曾经在2019年提及过 预期公司未来3-4年可以保持40%的增速 而这间公司比较厉害的地方 是它推出的图牙关节假体产品 这产品推出后 2019年的销量占产品组合的增速比较快 而截至2019年的年底 公司已拿到72项有关他们行业的专利 以及已经申请了83项新专利 下一个部分就讲一讲这间公司的财务分析 主要讲一下它的成长性 我们看到公司的营业总收入 由2015年至2019年都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上升 2018年至2019年是一个业绩大爆炸的年份 是由4.98亿到2019年的8.55亿元人民币 至于在期内的营业收入增长是去到71.7% 都是一个比较可怕的增长 至于淨利润更加厉害 我们看到 其实它由2017年开始 淨利润的盈利能力急剧爆发 看看2019年的财报 按年增长了124% 淨利润达到2.3亿元人民币 说完这间公司有多厉害 当然也有很大的风险 首先一样 其实也有不少分析提过 但也一定要提一提 随着中国实行一些医疗改革 在2019年7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 什么是高值医用耗材呢? 就是包括一些在耳朵里的假体 关节的假体 血管支架等等 这个方案的概要就是 就药品分类去集中采购 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等等 它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定 目的就是降低这些耗材的价格 这个方案同时也控制 医院不能不合理地使用一些耗材 而骨科器材产品集中采购 是政策调控的其中一项 而且骨科器材的减价空间大 市场就会很担心 这个政策会打击春夏医疗 或者爱康医疗这些公司的利润 不过2012年至2016年 我们看到骨科的直入产品 平均的出厂价 都不超过4000元人民币一套 而医院的售价大概是1万至5万元 中间其实食水非常深 主要是中间的渠道是拿走了 而不是厂商 因为厂商的出厂价是偏低的 所以在打压利润方面 主要都是从中间渠道入手打压 而不是厂商 同时集中采购令也会令这些行业更加集中 目前中国在骨科医疗的行业 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 意味着这个政策 变相有帮助到爱康医疗 或者春立医疗这两大龙头 占领更多市场份额 我们看到这间公司股价升了这么多 目前市盈率的确是偏贵的 TTM是56倍 如果增速可以保持 再加上行业的集中 我自己估计 未来2020年我的model 就看35.7倍 目前股东的集中程度 也是相对稍微高 主要股东是持有超过60%的股份 但是我们要留意一点 就是公司公布了 会将去年6月底的资本公积资本 化作普通股 当你持有10股 会拿到15股资本化的股份 然后完成后 公司的内资股 会由1亿股增加到2.5亿股 而H股 会由3834万股 增加到9585万股 所以合共总数 会由1.3亿股 增加到3.46亿股 另外公司也是宣布 将股份的每手买卖单 由200股改成250股 市场有不同方式去解读 它这次行为 有人会觉得大股东出货 会方便很多 担心大股东 会趁这个机会去散货 另外也有人觉得 这次行动会有测势效果 入场费低了 大家便会觉得很好炒 当然 我也不会建议 投资者 因为一些憧憬 因为炒出空间 或者看完我这条片 便觉得自己做了功课 而贸易入市 始终一只好的股票 你也是要自己充分的了解 还有你要想一想 你可以承担的风险 你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差不多了 另外 茅神证券推出了送咖啡的批评 详细情形 我都会贴在下面的box 大家可以留意 最后如果喜欢这个分享 喜欢这条片的 就可以订阅茅神证券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知道 我喜欢的股份 或者是我list里面那10只我推介的股份 我喜欢的股份 你想优先听到哪一只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